咋的了 可以跟你聊聊 可以跟你聊聊感情方面的问题吗 我感情出身 说吧 但说无妨 咋的了 我这不但能跟你聊通 说实话 跟你后面接上都能给你接上 屋里面现实全绿马辣的粉丝 接都能接上 啥类型都有 年龄段 失业 就是 我跟我男朋友谈了 谈了五年了 然后就是现在准备 准备就是想往进一步走 还没分呢 说早了 不好意思 没有 我感觉就是我们俩其实也快要分手了 但是就是 就是我们在聊这个的时候 就是他总是逃避 聊啥 聊谈活假的时候逃避 对 然后就是 他就很逃避 就是前提是 其实他比我大挺多的 大十几岁 你家里同意吗 家里刚开始不同意 后面 后面就是有跟父母去聊这个 聊这个问题 你是怎么煮成熟饭了 没有 我说你笑啥 你这啥笑的呀 在他男的有孩子吗 他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然后他 有孩子 我都替你父母抽的 完了呢 就是他现在不想结婚啊 然后其实 其实也差不多 其实大家可能都也都心知肚明 只不过就是 双方都不想去捅破那一层指示 为啥不想结婚 因为他比较有钱 他不想结婚 可能是因为他家孩子吧 你跟他家孩子关系如何 处的还挺好的 关你叫啥姐姐 对 真行啊 真有才啊 完了呢 完了 现在咋的 就是一谈结婚 谈婚论嫁 那男的就不回答 躲避 对 但是就是你跟他聊 其他的什么都可以 你想 你想 你想有潜入深 还是一发入魂 你现在 你现在想选那种对话模式 我可以给你一击毙命 我现在也 现在也想 就是赶快去 去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就是我也不想 你想一击毙命 还是想有潜入深的 就去跟你聊这个事 一击毙命吧 一击毙命 好 那我就这么问你 明天你离开他的世界 他会不会把世界找你 说没你不行 应该没有 说白了 换个后码也行吧 对吧 那你的 我跟你讲 结婚这东西 婚姻这个东西 一定双方都是不可替代的人 他这个婚姻 才一定才甜蜜美满的 对吧 所以你也行 张三也行 李四也行 谁都行 你觉得能是好事吗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焦虑 就是 就毕竟我跟他谈了五年了 这个时间也 虽然你说说长也不长 说短吧 也不短 如果这个事 你俩的感情可以 就是比如现在五年 零三百二十七天 你俩这个事 从今天开始可以冻结上 一直考三百二十七天 我们再花半年时间去考虑 可以 你现在的问题是 我俩已经五年了 你再考虑几个月 五年半了 你就考虑考虑拖了 拖了一阵六年了 这个东西是 你在考虑的同时 他也在继续去 继续去 去持续 对吧 对 你现在 你现在的情况 我想知道一下子 我不 我不想给自己 就是按照你说的东西 在我心里面 你是一个很痴情的年轻小女孩 就要跟他这么一个离异带孩的男的 好像一切都站在你这边一样 我想知道一个非常重点的问题 你上班吗 我上啊 你赚的钱够养活自己吗 养活自己吗 够 他给你搭的多吗 他说多也不多 说少也不少 反正 大概什么数字我听见 以年为单位吧 以年为单位啊 他给我的钱啊 就搭在你身上花的呗 在我身上花 你俩吃顿海鲜花两千 这不也是在你身上花 虽然他也吃了 有个 小十几万吧 如果是按年算 那就和一个月给你身上的搭一万多 对吧 差不多 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不给不给钱的 他就是给你买这买那 那也是 拎一桶矿泉水上来 你不也是喝了吗 对不对 他拎一桶大米来 你不也是闷了做饭了吗 你不也是自己没花吗 抓住 抓住这个爱情 抓住 不能杀手 当姐姐就当姐姐 抓住 我跟你讲啊 老板 你这个 你这个本身比人家小 有些小十几岁 我先不说别的 三观上 你来讲 你俩完全一致吗 不太不太一致 就是 他比较 他比较 就是 固执吧 然后 有一些东西 他也比较 就是像老年人一样 看问题 但其实说实话 他也 他其实也不大 他也就四十多岁 你到三十了吗 我九二的 你解过婚吗 没有 那你孩子也没有办 没有 咱说明天他万一 咱假设说 实话实说 咱俩幻想一下 明天他生意失利了 甚至你一直都不知道 原来他生意 生意还沾点灰色 还在惩罚性质的 没钱了 没了 完了 这孩子 说实话 他都保证不了 搁你身上能花一万 给孩子身上 花两万都能花出来 这你别觉得啥 因为毕竟人家是骨肉 人家还有血缘关系 你没有 他给孩子身上 可能花更多 但是呢 他明天生意失利了 他甚至带点灰色 他瞒着你 你不知道 如果说 他出事了 你现在挣的工资 能不能掏出来 给他养活孩子 你俩一起紧点 那你俩 你俩不合适了 我告诉你 你俩不合适 问题在哪 不是说他有孩子 他就有罪 或者怎么着的 但是 我告诉你 没孩子的人 是没法理解的 就是你 你当你找一个 就是离异的 已经结过婚的人 当他有孩子 你在跟他好的时候 你必须得心里面 能接受一点 就是他的孩子 排在你前面 按排序来讲 他的孩子排 排你前面 你能接受才继续 接受不了 不要继续了 这就为什么 离异带孩子 老找离异带孩子 你说你俩 一个孩子够费劲了 怎么还找个 你找这个媳妇 带孩子 为啥 双方都能接受 把孩子排第一位 这谁也不觉得 谁亏欠谁 你就包括 咱说这男的 就是他比我 有良心的 我没办法 把你摆在 我孩子前面 所以我绝对亏欠你 我愿意给你花 我愿意 我愿意砸地你 我啥都依着你 对吧 你到时候 可能呈现在你身上 就一种理解不了 你看他分明很爱我 怎么他就非得 把他孩子排前面呢 但是咱说 你能把他孩子 视如己出吗 有几个能做到的 就这个世界上 有几个能做到 视如己出的 你踢着孩子 去开个家长会吗 没有 接了呗 等于我可以这么说 你俩出了多少年 五年 你俩出了这五年 你始终在 跟他的孩子对抗 我这么说 虽然你俩可能 关系上还不错 但你一直在 跟他孩子较劲 你在争取第一顺位 那合理 从你来讲 一点错没有 你别觉得我说你了 就是你错 那爱情东西 对你来讲 你又没孩子 爱情我当然要 做他为一了 我当然要做第一了 我凭什么做老二啊 这都跟你 跟你前妻生的孩子 但是对于一个 为人父母的人来讲 孩子排第一位 是不容许动摇的 可能就会因为 这么一件事 就是他把孩子往前排 可能就会因为 这么一个原因 导致他心里面 就会有一个想法 什么呢 你始终不成熟 你别看你32了 你不成熟 你没有真正准备好 成为我孩子的后马 就是不是钱的问题了 我给你画多少 你始终是没成熟 你一头 你谈结婚 我跟你谈啥结婚的 你说这么 这么简单的事 你跟我孩子 你都没整明白 我就这么一个要求 你把我孩子弄 你把我孩子弄明白 我命给你都行 我告诉你 这种男的就是这样的 男的带孩子 一般都是这么带的 我命给你都行 别说钱 命给你都行 你能把我孩子照顾明白 说我就举这例子 有一天我不行了 你能自己掏 你能掏钱 把我孩子养大了 我命给你都行 你能做到吗 你做不到啊 对吧 那所以说你就扪心自问 不是说爱与不爱的问题 是适合与不适合的问题 明白 明白吧 你在 你在喜欢 这个什么 你说我在喜欢 这个 这个人 跟你俩感情 一点关系没有 你俩感情可能很好 甚至你现在说 其实也说了 三观都不是很合 认知 很多甚至认知 都不一样 但是呢 他的软肋 就是这个孩子 你讲话了 那么大岁数 找个这么年轻人 你就问他干不干 太干了 那他不干呢 谁换谁 谁不干呢 绝对不是你的问题 也不是他的问题 但问题是 你出现在他生命中的 时间段的问题 是他已经有了孩子 离完婚的这个时间段 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 一个你一个孩子 但是你不能排在孩子前面 论学员 你要么接受 要么跟他孩子 从此以后 你就说 你就说他不挣钱了 他有天栽了 他蹲大牢去了 你能把他孩子养大了 你俩适合结婚 你要咋心里接受不了 老伴你记住 你一点错都没有 但是你俩不合适 不对等 身份不对等 明白吧 明白 他甚至可能很快 说你未来 你找个别的男的 你结婚了 完了数三年 发现不好 孩子也生了 孩子也生了 完了你又离婚了 你再找他 他都能接受你 明白吧 他都能接受 没啥接受 因为他自己有孩子 但是这个孩子 会成为很多离婚人 再去结婚的 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不跟你结婚的原因是啥 在你跟孩子之间 如果发生冲突 发生矛盾的时候 就说白了 二选一的时候 他还得先选 他孩子 你又得受 这个所谓的委屈 他是既不想 你受这个委屈 然后呢 你又吞不下这口气 对吧 凭啥 你还明白 你还不懂事啊 对吧 但是 他也得 为啥他第一顺位 孩子是第一顺位 你是第二顺位 你要 这一关 我告诉你 随着他年龄变大 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包括 有一天开始研究 说哎呀 我可能岁数大了 我的房子 过得孩子名下去吧 这你俩都要大干一仗的 我是你 我是你未亡人的媳妇 我还宰着呢 我才是第一顺位 明白吧 这个东西 你是永远都 越不够的鸿沟 所以说 刨除感情以外 你俩不合适 那我就问你 为了不合适 你能付出啥多少吧 对他孩子 事如己出 永远遵循在他心里面 排老二 你能 你能付出到这 你俩继续 你俩你付出不到这 趁早分手 他能跟你说分手 他有什么资格 跟你说分手 我深深处地想 这男的可能比我 大不了几岁 我深深处地想 如果我领个孩子 这么年轻人的跟着我 完了回头 我砸了分手 我砸了不合适 我多孙子 我呀 有孩子你都没想过 我完了回头 回头我先说分手了 我能吗 那我就跟你在拖着 我整个青春 我没剩下 两年我都给你都行 那没办法 你不张这个嘴 我不可能啥 你但凡张对 你说我砸了情况不合适 这样的话 我也得找我的婚姻 毕竟啥呢 其实你的问题很简单 你说我想找一个 把我排在第一位的男的 你没错 你没有错 孩子没有错 没有任何人有错 世界上不是错事 必须得分出 你对他错 他错你对的 没有必要什么事都分出 没有错 但是出现的时间错了 对吧 能接受就和平分手 你要不然的话 你再拖下去 你拖到35 简单我这么跟你说 你现在32 找一个刚毕业 就是步入社会 可能三五年 八了八了 比你大一两岁的 还尚且不算太难 你等到你34五岁 你再找 找37八岁男的 有几个没结过婚的呀 如果说结了婚 连孩子都没有 还能离 你就想 他跟他两口 他两口俩 得因为啥干账 能干离 如果说他没离过 38了还单身 他得花啥样 他得把钱都花哪去了 导致38 还像个钻石 罗罗罗一样 长成你能看得起 能看得上的样子 混成你能瞧得起的样子 性格还得 你能喜欢得上的 这个样子 他得是什么 多差的原因 多大的毛病 导致38 他能单身等着你 所以说不能等了 这个事不能拖 明白吧 错谁也没有 但是拖我不能拖 好不好 我还有一点 就是比较焦虑的是 就是 我有想过 有一天会跟他分 分开 就是我焦虑的一点 就是一个是 确实自己年龄 也到这了 再加上身边的 同学 给你来个BGM 你说 再加上身边的同学 朋友 很多都结了婚了 然后我就焦虑 就是 我这个年龄 不太好找了 你还要屁吧 哥以前 哥30年前 你这个年龄 你说还单身 基本上 不是 婆妇 就是寡妇 明白吧 哥30年前 确实大 但是可现在的社会 不一样 现在原来一个大学生 全村的骄傲 现在一个大学生 是一个大学生 能啥 人手 人手一个 你整个楼梯道里面 每家人手 一个大学生 这个大学生 含金量降低的 也代表着 你的毕业 进入社会的年龄 跟这摆着 二十三四岁 才步入社会 而且那是本科 但凡能再往下念两年的 二十七八岁 二十八九岁 甚至有些人 三十岁才步入社会 咋的呢 大学毕业 发现混两年 不够 我再回去 再重新念 多吧 三十岁才步入社会 三十二叫大吗 我三十岁才步入社会 我才混了两年 我叫老吗 然后给自己套个枷锁 不行了 我年龄大了 我再不紧婚 我废了 我再不生孩子 我完了 这个时候 是属于一个新老 新老时代的交替 也是新老观念的交替 老时代 是二十岁 基本上都开始研究结婚了 二十五六岁 孩都生完了 新的时代 已经是大学毕业 甚至很多人 三十岁才步入社会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我们这一代人 是就刚好卡在 这个交界的结果眼 既要遵循父母的意见 也要遵循社会的概念 但实际上 你欠谁了 你的青春 你认识谁了 你出过几个对象了 你辜负过几个人呢 你现在必须懂爱情 你必须懂生活 你必须做个后妈 也能接受得了 你做人家 做人家心里面第二十岁 凭什么呀 你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干嘛 你自己过舒服了吗 可能现在就是想的好多 然后压力就挺大的 其实 压力大 很正常 任何一件事 咱别说 咱别说人了 跟一个人促五年 姐妹 你就我家养条狗 我寄养你家 你五年 我出国了 我回来 现在给你要 你也难受 这才说明 你是个正常的人 越难受 说明你越是个正常的人 那如果知道 自己是个正常的人 那难受 如果是每个人 都得面对的东西 这我告诉你 就是成长 你下次再找男的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我在你心里面 是不是同样 你跟我都拿 我告诉你 有的是人 同样拿你当第二十岁 第三 心里排第二 俩人互相心里 都排第二 像我说那种 各自带着孩子的 或者各自心里 放的前男友 前女友 放不下的 俩人都当第二 也有任人的 也有这么过的 你愿意把你 下一个男朋友 放在第几 他就必须 要把你放在第几 甚至你把他放第二 他把你放第一 你俩也不会幸福的 明白吧 你看起来 被爱的人 有恥无恐 一旦他有一天 他跟我脸卖了 或者是 一旦有一天 他想开了 你的幸福又结束了 所以说 恶不欲己 恶失于人 反过来说 我今天唯一需要 说你一句的 就是什么 他能在兼顾 他孩子的同时 去花钱 兼顾你的生活 但你记住 他有一天不行的时候 你是不能反过来 兼顾他的同时 也兼顾他的孩子 因为你 没拿他的孩子 当孩子 爱屋即屋 很重要 明白 好吧 所以说 理解你父母 你父母劝你 也好 啥也好 甚至 甚至你父母 现在不管你了 是不是 是不是都有一种 放弃你的感觉 好好跟父母 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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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 直到你结婚 嫁出去 父母在你这辈子 基本上再也没有 任何指挥的权利了 你现在还没嫁出去呢 建议都不听了 好好好好 安慰安慰父母 你俩呢 慢慢就把这感情 平淡一下 平淡一下 突然间说 说完了以后 明天分了吧 难 慢慢把这个事透了 就是说透了 我也能接受 你孩子永远排我前面了 我确实没办法 拿你孩子当 当我自己的孩子 你别难受 因为我没经历过 我没当过妈妈 不懂 所以慢慢的渗透一下 咱俩可能就是 确实是不合适 你能理智的 把这些事说 他也没啥接受不了 大家都能放下就好了 就还能做朋友 但是我劝你 如果以后有这个 有这个男朋友的话 不要再联系了 就是跟这男的 就不要再联系了 明白吧 明白 除非他 你男朋友 跟他前的女友联系 你也不介意的话 是吧 是 那就好好把问题理清楚了 难受 你肯定是要难受一下 你又不难受 你在那儿薄情寡义了 但是这个必须当乱不断 必受其乱 你的青春没办法再回到30岁了 好吧 加油吧 好吧 跟你连线这一会儿 好多人关注我 都等着排队呢 都跟着排队呢 抓紧分 分完了 你一个哪个城市 我问问 说点高兴的 我在广州 在广州 你是家乡在广州吗 你是广州人吗 不是吧 不是 我是西北人 就是家都定在广州了 没有 我一个人在这边 然后我爸我妈还在 还在西北 那以后是想留在广州生活 还是想回老家 想留在广州啊 因为广州这边工作什么都很稳定啊 咱说一个贼简单的问题 假如说明天有一个男的 年龄也合适 然后职业也正当 他不见得挣多少钱 因为可能刚步入社会没几年 完了就不想在广州 他就想在南京 能去吗 我是说假如 也可以 也可以去啊 是啊 也可以考虑 考虑 留你这句话 我给胡律师打个电话 真傻呀 那我这事 我得先通知我哥们 我肥水不能流外人田呢 我等那帮关注你的下手了 我就晚了 个皮白不及 他只跟睡觉 胡律师必须得直到今天 他因为今天早睡觉 他错过了什么 行吧 行吧 你看开点 早晚都得走出来 而且感情经历稍微丰富一点 年龄不太大的情况下 不是坏事 行吧 稍微看看一点 完了别别去看那些死信 你那都屡马烂的 不用打理他们 现实都没有等粉丝等一等牌 别打理他们 先看先问胡律师 先问胡律师 好嘞 好谢谢你 拜拜 拜拜 胡律师真的是个好人 感谢大头臂儿的繁花 你女啊 胡律师真的是个好人 他只是情商有点低 他人真的不错 我跟你们讲 虽然我跟胡律师联系的不品 胡律师评杀插队 我认识 打的了 干啥呢 我在直播 连线的 连线的 有的时候你觉不觉得 你的业务发展 其实上广州能好点 懂了 啥懂了 懂了 不是我就说广州嘛 因为广州其实作为很多 外来人口的这么一个 一个城市 其实案件啥的 也可能很多 对吧 出现了一位广州的美女 是吧 不是 我就是 你要能不是因为美女 先去的话 那你这想法 你缘分的口不就大一半吗 但是如果说因为美女 我都不去呢 胡律师 你跟我说 你现实有什么东西 必须坚持的 你必须在南京 就这个人 个人的这样一个生活习惯 就是个人生活习惯 我是一个就是从小到大 基本上也没有 很难离开舒适圈 对 是很难离开舒适圈 第二的话 父母也都在这边 然后一直也都是跟父母 就生活在 生活在周边 那你人家女的 女的假如说 跟你去西 跟你去那个南京了 行 那女的家长都个西北 那你对人家公平吗 不是在广州吗 他没有变西北了 他人在广州 不是 假设说有多个女的在广州 就是他父母都在 假设说都在西北的 那都跟你上南京 人家父母不是父母 那这个 那是怎么讲的 就是 对吧 所谓嫁鸡随鸡 嫁过随狗来 嫁着胡律师 旧的南京满街奏 那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行吧 行吧 行 没事 你还是你 还得是你啊 胡律师 当场就把这姻缘 就是原地 怎么要冒头 枪 中介 缘分中介者 行行行 胡律师漂亮 然后让我后悔一下 姑娘现实富二代 现实富二代 三十二未婚未嫁 未婚未嫁 也无子 是你一顿嘎嘎痴情 我从人手里现翘出来的 让你 让你给 让你给整 两句话 去吧 胡律师 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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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律师 现在是加个西北 那个 四千 四千五百头牛 多了不说了吧 四千多头牛 你自己品吧 胡律师 是不是 是不是有时候感觉 广州 广州活也不少吧 应该去大城市 一头牛多少钱 抖你的 女方一点养不了 感谢你 小文大跑车 感谢如鱼果 那个真爱 就是 抖你的 女的养不了牛 我记得 我以前吃过烤鲜 一只烤鲜 还是小样 牛 牛四五千一头 那大哥 四五千一头 多了五千来算 然后四千 各十百 十万 百万 七万 牛一头一万五 一头一万五 真假的 一头一万五 一头一万五 各十百 千万 十万 百万 七万 六千多万 朋友们 那还只是啥 那还只是现有的 那是现有资产 那个摘刀 挣多少了 一年生多少 那牛不框框下宅 一窝下六个 六千多万 六千多万 你现在是六千多万 三千头公的 三千头母的 两千头公 两千头母的 明年 明年 你别说下多了 明年下一窝子就一个 你算是有多钱 有没有 你都吃饱了 大二哥 你算是多钱 有没有考虑一下 南京的牛肉市场 其实销路很好 你老师 你老师给人做二线分包商 你现实 你啥你也分不上 你就记住 原本能 原本能做少东家的 你现在 胡律师你没好 你关了吧 关了吧 去慢慢连线 你怎么六块六 一个连线 政府多助你 早就成为医院 我每次 我每次跟胡律师 连完 我都想把 祥宜柔 把他掐死 在冲动 就是让他死 他懂个屁 他懂啥的 让他死 完了下回 我还得总 我还从总店里 从今天开始 我要再碰着哪个女粉 我要再考虑胡律师 明天我就 我就得出事